朋友们好,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盯着乌克兰南线的这些战争 南线主要是针对赫尔松的嘛,进攻的方向 主要就是尼古拉耶夫跟扎布罗热 这两个州吧 今天呢,有比较好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 奥德萨军区啊,他们在蛇岛上插上了乌克兰的国旗 但是,没有留任何其他的装备跟人员 所以呢,你俄罗斯如果想炮轰,或者想攻击,你就攻击吧,反正就是浪费点弹药而已 你如果把国旗给炸倒了,我再派个人在身上去,我就走了 但是呢,你如果试图占领这个蛇岛,那你只有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了,因为前面已经 杀死了很多很多的俄罗斯士兵,摧毁了很多俄罗斯的资产嘛 说完了蛇岛,我们就说一说,就是扎布罗热跟 尼古拉耶夫方向的这个战争吧 现在,乌克兰在这个方向还是处于攻势,而且工地相当的激烈 就是今天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啊,就是乌克兰的第28机械化 机械化旅啊,又摧毁了敌人的一座很大的军火库 这个火光是相当相当的高 而且呢,场面相当相当的壮观 在这呢,我顺便给朋友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第28机械化旅吧 第28机械化旅呢,原来是第28机械化师 他呢,从1942年就建军了,一直是苏联的这个 国防部的,就国防军的一部分 曾经也是南征北战,创下了赫赫的战功,尤其是二战的时候的哈尔科夫战役 最后也取得了胜利 在乌克兰独立之后啊,这支部队啊,他就成了乌克兰国防力量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吧 这支驴啊,就28机械化驴,它是规模相当大的一支驴 你看,它粉红的直属银就有四个 其中呢,有三个机械化银,有一个 这个防空炮兵银,另外呢,它还有一个独立炮兵团 这个炮兵团呢,它配了四个炮兵银 还有一个坦克银 是规模相当相当大的,另外它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大队,比方说是 物流大队啊,指挥大队啊,信息大队啊 还有就是医疗大队啊,还有狙击手大队啊,等等的 规模相当大的,战力是相当相当厉害的 这次摧毁敌人的军火库,它呢,也是用无人机在上面导引 然后呢,用远程的这个火炮,我估计就是从西方获得的 就这个计划驴啊,他们在自己的 脸书页面上主要发布的消息,乌克兰通讯社呢 也是从脸书页面上转载的 就这么个情况,就是说乌克兰整个的南线 打的相当相当的优秀,相当相当的出色 现在他们在东部采取的基本上是收缩的这个战略 而在南线呢,采取的进攻的战略 这样呢,我们继续往前往下看就行了 我呢,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部队啊 乌克兰的战斗力啊,还是有相当的自信的 当然,我不是其中的成员之一,这是对我的观点 比较自信,我认为这个乌克兰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只是时间的问题,你像二战的时候 中国被人家日本占掉了差不多一大半 苏联也是好几百万的军队被人家 德国人俘虏 日本也曾经 就是把美国在菲律宾啊 东南亚的一些势力全部给驱逐了出去 还抓了很多的俘虏 但是呢,最终,你说日本也好 德国也好,不都败得一塌糊涂 甚至王国,国家甚至被分成了好几块嘛 德国就被分成了敦德西德 而日本呢,北方四岛被 俄罗斯人给啃了下去 就今天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你别看他表面上张牙舞爪 好像是不可一世的样子,但是呢,最后 胜利的还是属于乌克兰嘛 好,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